劳斯莱斯1906年与英国成立之时 其创始人劳斯和莱斯便立志生产世界最好的汽车 相信车的价格会被人忘记 而车的质量却长久存在 次年推出的银魅轿车 不久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劳斯莱斯自1952年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时 选用作为御用专车后 她便与英王室密不可分 劳斯莱斯的经典与高贵被赋予实际的含义 劳斯莱斯最根本的理念是崇尚传统和简洁 认为质简之一是最高的境界 有一个主要控制器 它控制所有的东西 但当你看到车的车 它很严格 很简单 没有很多嘴巴和转车 都在一起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藏在藏 你所看到的就是美丽的手工艺术 劳斯莱斯的传统理念充分表现在其传统的制造方式中 劳斯莱斯的总部在英国古德伍德工厂为优美的自然风光所环绕 厂内没有机器的轰鸣 没有机械化生产线的高节奏紧张工作 工匠们在各自的工作台工作 生产好的部件在手工组装 每个车都仍然在手工组装 例如《狗狗》 它需要60个人 21天 整个车都在整个客户的正确 所以我们没有建设车 而有他们坐在一起 等待他们来买他们 每个车都在整个正确 所以有个车都在家里面 东西是一周的车都在家里面 都在家里面 而且东西是一周的车都在手机 而且它是一周的车都在手机 特别的车都在家里面 而是一周的车都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的车都没有任何车都在家里面 或是一周的车都在家里面 劳斯莱斯的发动机至今都是手工制造 行驶时噪音极低 是劳斯莱斯优于同等竞争车款的一大优势 这样人联想到劳斯莱斯整个工厂安静有序的生产环境 及工匠们巨细无疑的工作态度 劳斯莱斯别具特色的传统设计特点 是内装大多以木纹为基调 各种装饰也大量使用木制品 让车内散发着典雅的清香与高贵的端装 几乎没有两部一模一样的劳斯莱斯 客户可对车体 着色 木质配件 座椅皮革 等提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要求 劳斯莱斯客户也被邀请到工厂参观 自己未来座驾的生产过程 这甚至能帮助他们真正了解自己坐车的价值 当然 下面将要介绍的恐怕是百年来让劳斯莱斯车组 最引以为傲的部分 劳斯莱斯车头的飞翔女神 是劳斯莱斯百年经典最浪漫的代表 至今也有百年历史 飞翔女神的设计师这样撰文道 一位高雅小巧的女神 把旅行作为最愉快的体验 她轻盈地落在劳斯莱斯车手 陶醉在清新的大自然和他妙慢的衣裙 随风而舞时所发出的动人音选之中 而劳斯莱斯的双R车标 是两个R重叠在一起 据说这象征着两位创始人劳斯和莱斯之间 融洽和谐的合作关系 而且无论车子是在停止或是行进中 双R始终垂直向上 似乎标志着这款百年名车 屹立不倒的精神 所有对这些传统与细节的坚守 最终打造了一个高贵经典的百年传奇 百年来所有生产的劳斯莱斯中 有60%至今仍然性能良好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拥有劳斯莱斯 也自然成为不少人士事业成功后 所要达成的梦想 劳斯莱斯目前有两大系列 一个是2003年推出的 经典高贵的幻影 12缸发动机 底价是38万美元 另一个是2009年推出的 极具现代感 动力更强 具有12缸发动机 576匹马力 从0至60英里 加速只需4.8秒的古斯特 底价为25万美元 古斯特的推出大大拓宽了 劳斯莱斯的客户群 相对于古斯特 幻影依旧重规重矩 高大经典 而幻影的双门跑车型车顶的星象图 则充分体现出了 劳斯莱斯对每位客户的关难 随着中国龙年 农历新年的到来 劳斯莱斯还特别打造了龙年之车 车身有手工绘制的金红双线图腾 座椅车枕上 有手工刺绣的祥龙图案 有龙年2012的标志 这里我们以奥列格 给大家的新年问候 作为本篇的结束 也期待着劳斯莱斯的 另一个百年经典与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辉煌